这很怪的是 当然我们不知道内容 因为侦查不公开 是 李树德说了920 马跟赵见面 他们两个谈好了 不要全力经 那为什么会限制财政局长 限制出境 这点我白思不得及 因为那场会议是他主持的 我认为为什么今天 马英九他没有被强势处分 因为从录音档 这是铁针针的事实 就咬到了李树德 而且主持会议的 不是 我讲的重点是 他们两个大人决定 为什么小孩限制出境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可疑之处的 这两个大人决定 为什么小孩限制出境 但是有一个大人 现在被搜紧进去 这两个大人决定是 马英九和赵腾宗吗 我先讲个笑话好了 我之前就看到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个 不是说张三就说 他听到李四跟王五 两个人吃相 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们在讲什么事情 讲密谋某件事情 有ABCD五个要点 然后讲的那个场景 非常的严肃 然后气温是非常的寒冷 他还穿着外套 他们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可是呢 没有任何人知道 可是张三讲的活灵活现 我刚刚有讲 我不知道黄律师 你刚刚念那一整串 到底有哪一条 哪一句话李四处得讲的说 他们两个一对一 在底下去协商瞧的事情 我把那个念给你听 你刚刚讲什么 你刚刚讲亲自 我今天在这边 阿官 我跟你有没有亲自见面 有 我虽然跟你密会吗 我昨天隔一个我 对啊 隔一个小平凶嘛 这边有那么多人 所以第一件事就先推翻 不是密会嘛 大家不要再密会 这是吵了 议约程序外 我刚才没有讲密会 议约程序外见面 刘彭先生最拼到密手 你就到法定程序走嘛 不是 我就先讲嘛 你就到法定程序走嘛 你就把李素德话讲出来给大家看嘛 所以 我刚刚念的就是李素德的话 我们讲我们要归纳 到目前可以看到几件事 先确定一件事情 密会这件事情都是揣测嘛 都是揣测没错嘛 920有没有这个见面嘛 有没有这件事 就像那个张三 对不对 他就说你有密会 说真的我也不能说 他说的是错的啊 因为我也不在那两个人在的那个场合啊 所以为什么李素德会被限制出境 就是因为他到底有没有啊 来来来来 律师我再跟你讲 我也被传唤过啦 马英九都先命案 我的职业就真的在里面嘛 马英九是命案被起诉了嘛 我没有律师牌 那律师的执照我没有你抢 但是我也是 可是造成法律程序走嘛 我是食物人啊 我们就是做这一行的啊 我有食物经验啊 你的食物经验太片断了嘛 我讲故事给大家听 大家喜欢听故事嘛 对不对 我去地检署被传唤的时候 还被打了耶 大家要不要听这个故事 对不对 听听这个故事嘛 我去地检署被传唤的时候 那一次 马英九被传唤也超过9个小时啦 被超过9个小时 我后来就很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 因为检察官在等我啊 你懂我意思吗 他临时跟我讲说 罗志强你今天可不可以来这边 我们要传话 你说我要上广播电台 我刚好准备进去 他说那你接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啊 我说我恐怕要很晚耶 他说好没关系 我们等你 我说好 那其实说真的 他没传票给我 其实我可以不去啦 可是我想好没关系 那我就还是配合一下 就去了 去了以后传完之后 我出来马英九还没出来 然后呢我离开以后 后来第二天报纸就登说 被传唤了非常长的时间 我去问了一下原来什么呢 我问了一下马英九办公室说 大家都在等你耶 你很大耶 对 就是因为你没有到 没把你证词传唤完 问完之后 我没有把它拿去比对马英九的证词啊 所以你要讲说 到底为什么九个小时 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 伤到马英九了啦 那个案子就是马英九被起诉的案子嘛 好呀我在讲限制住居嘛 他被传唤那个案子就是马英九被起诉的案子嘛 你刚刚很关系限制住居 我跟你讲限制住居嘛 好不好 限制住居 我要这样讲啊 限制住居 你现在其实被箱要传唤 就三个结局嘛 对不对 请回 对不对 马英九就请回啦 所以照一个逻辑 马英九就没事啊 对不对 好那第二个是 就像刚刚小弟兄讲的 如果马英九有事 你去收押马英九嘛 你不要限制住居 关起来 有罪不用收押啦 关起来 有罪不用收押 马英九限制住居 其实也没有收押嘛 这点有法律 我跟你说法律要纪要懂啦 我跟你讲三个层次嘛 你真的要念法律啦 第一个请回嘛 第二个就是限制住居出境嘛 第三个层次就是收押了嘛 没错吧 错了嘛 其实说嘛 还有折付耶 很多要件嘛 你怎么搞清楚嘛 再加个折付嘛 不止嘛 你把它念懂嘛 所以我跟你讲过嘛 我没有你的律师嘛 那我要讲什么 你当然可以讲说 那个限制住居 那检方认定他的涉案程序 是高于所谓请回的程度 我也承认啊 可是至少没有高于 所谓的收押的程度 而被限制住居的是 李树德 李树德不是马英九 搞错了 好 再来我再讲下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要讲什么事情 这整件事情的话 我们从陈水扁案子来比最清楚啦 陈水扁案子 你看被判的那几个案子 我知道那个黄律师 我不是经常帮陈水扁辩护啊 每个案子不是拿两亿就拿三亿啊 我不是他的律师的啊 你常写文章帮他辩护 不一定要帮律师才能辩护嘛 好 不是拿两亿就拿三亿啊 都实实在在前进我口袋里哦 你来看哦 马英九被告了一百多个案子 想要去告他 我跟大家保证啦 我对马英九清白的信心高过 坦白讲高过一对司法的信心啦 但是大家可以不相信我这信心 无所谓 可是我要讲这一百多个案子 要告下去 真的是宋海 大家会开玩笑笑嘛 你知道现在马英九专职专业是什么 律师你知道他专业是什么 他比你更专业你知道干嘛 他专职就跑法院 他卸任之后没事干了 天天跑法院 你每天都看到他 三副五十六九跑法院新闻 一个卸任总统搞到天天跑法院 难堪的是马英九吗 难堪是台湾 更何况这卸任总统搞一百多个案子 一个都没判下来 难堪是谁 难堪是那一百个案子去搞他的人 我最后讲一下 对我最后讲一下 这样下辩论好像研知过早了 因为很多案子还在诉讼寄行 我要这样讲是说 志强兄作为他以前的幕僚 替他辩护我没有意见 但是真的不要曲解刑事诉讼法 为什么 因为我在讲这个强制处分的要件 涉嫌中当 他不是积压的程度 跟这个限制出境的程度有不一样 其实他搞错了 他一直举的例子 其实都伤到马英九 因为他去出庭 那个案子就是马英九被起诉的案子 我就不要举这个例子 你应该要讲的是说 还没判啦 还没判啦 他被起诉嘛 我有讲错吗 我讲错吗 司法最后定夺一个清白 不是起诉定夺 律师这一点我要纠正你了 我有讲他有罪吗 三审定验 三审定验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把他举一个帽子给我说什么 我要害他 我很怕这个帽子 没关系 我要这样讲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帮他辩护 把刑事诉讼法摸清楚 再来帮他讲话 我觉得会更有利啦 我这是给你建议 因为毕竟要选举 你要选举 用更好的方式 更专业的方式 替马英九讲话 我相信会更好 我看不出 但是我跟你的论点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啊 你再把 我刚才讲说 至少请回跟限制住居 跟收押是不同层次的 涉案情节嘛 它其实是有积压原因 而无积压必要 你去看大一的形式 如果没有积压原因 也没有积压必要 就代表涉案程度低嘛 中文学一学 受贤重大前提要件 拜托念个法律 拜托 我们就不要讨论 中文学外再念 中文先学完再念法律 中文先学完再念法律 烧到现在还在烧 确实有很多不见合理之处 是 我相信 我是国民党 我希望它平安 我也祝福我们马前总统 为什么不合理很简单 这个案子 我们出了两百多亿 那地是我们出的钱是真的 那块地 那十几公尺 盖房子盖了两百多亿 那我认为呢 这个案子应该是 大家二一天做五 你收个十%手续费 你最后拿六成 我拿四成合理吧 那这个赚了一起赚 你要商业设施 一年不是有三十亿的收租吗 你收十八亿 我收十二亿 那那颗蛋呢 一年赔一亿到三亿 你赔六成 我赔四成 这样合不合理 那为什么没有收权利金 而去盖好之后 每一分钱都是远雄收 政府没有好处 如果当初政府的地 也是远雄出的地 我认为这样搞是对的 可是我认为 那后来柯文哲也乱搞 所以我真的真心的建议 以前给的太多 现在柯文哲搞了 你们老板搞了 跟共产党一样全部打烂 可不可以出一个英明的市长 英明的市长重新签约 大家都有出 然后来五五开 四五开或六四开 大家政府每年收十几亿 这个案子可以四十几年 得延长二十年 差多少钱 差七八百亿 这个就替台北市多一点 市库多一点钱 比这才会比较务实 十年来 我们司法院里面 有做一个统计 这个图利罪 这个本身来来 有定罪的话 也只有三成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图利罪本身来讲的话 很难去定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所谓的请回的话 因为目前我们那个 马前总统 他还是属于被告的一个身份 所以在检察官 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他还是一个被告 被告不代表有罪 他是一个被告 这样子 因为他要等到那个 所谓的那个 法院的那个三成 一个定验的程序这样子 那至于在理数的这个部分 以我们司法记者来看的话 就是说他在本案里面来讲的话 他就有一个关键因素在那边 所以他才会有 在这个里面 因为他的比重比较高 比重比较高 所以他有所谓的陷阱 还有包括也没有 就是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现在目前 以检察官 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一个所谓的工房来讲 检察官 因为现在目前 重点应该放在赵腾雄身上 重点在赵腾雄 对 有可能会把它转成 什么叫污点证人 或者是一些什么 其他一些提供有利的一些 更进一步的具体证据 他给谁钱吗 他勾结谁吗 是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以前常常 跟检察官打交道 有时候 这个关键的突破口 对 然后另外给李树德压力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目前 给他出来之后 就看他们会不会有所谓的 再来另外 如果他们有误法的话 你认为李树德的限制出境 是一种司法策略 他是一种策略 对 他这个策略基本上来讲 也是在压迫赵腾雄 也在压迫这个马前总统 他现在能得到一些具体的东西 好来 志强 对啊 我其实今天我刚刚听 至少跟 我觉得这节目蛮建设性 为什么 我们刚马上达成第一个共识 因为刚刚黄律师也讲说 我们不要用密会这个词汇 那当然他另外用一个叫 程序外见面的词汇 我不太清楚 这是法律用语啊 什么叫程序外见面 他不在议约程序内 刚刚播了一段 那个赵腾雄跟马云九讲话 那叫不叫程序外见面 那个时候不是议约时间 所以我说 创造很多名词没有关系 但至少达成一个共识 知道不是密会 不是密会 那么多人在场去签什么密约 下一个问题就出现 当然我回头还是要讲 到底有没有密会 有没有密约 我们讲都是证据法则的问题 到现在至少 所有的政治迹象来看 没有这样的证据